何会白天没出来 出来啥呀 都没见人 白眼狼 我和他们耗上了 你明儿还去啊 一天不好受 我就不出去了 你明假装去找我姐 遇到人 你就说我饿得起不来了 要是他陆家不管我 我就让全乡都知道 他陆家都是什么东西 行 那明天我让大勇去一趟三大队 第二天 次日一早 何大勇和何大志 被王素芬叫来何方明的房间 听完何方明的计划 兄弟俩顿时不困了 爹 你放心 我们这就把大姑喊来 给你做主 你俩分开 遇到人们就说 何会要饿死我 我已经饿得卧床不起了 兄弟二人出门 分头往村外走去 很快就遇到了 同村的一个村民 呦 大勇这是要去打牌啊 还打什么牌啊 我爹都饿病了 在家躺着呢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咋还能让他饿着呢 何大勇一愣 这似乎有点不对啊 那个 那个不是何会不给粮食吗 我家也没有粮食了 哦 你也饿着呢 对 对 我也一天没吃饭了 这不找我大姑借点粮去吗 就这样何大勇一路来到了大姑住的地方 大勇来了 可是好久没来看你大姑了 大姑 今儿找你是有点事 咋了 啥事啊 是这么回事 何大勇说完 何水仙已经是口吐芬芳了 简直是反了天了 自古哪有这种道理 自家大鱼大肉 要把自己爹饿死 大姑 我也是没招了才来找你的 看你能不能稍微拿点粮食 总不能让何家七八口人 就这么饿死吧 孩子 你别急 何会不懂事 你大姑不能看着你们受苦 你先坐会儿 我这就给你拿粮食去 何水仙说着 就进屋装粮食 不一会出来的 我家分道的米也不多 等下播发下来 我再给你们送去 对了今年你家红薯怎么样 看着何水仙手里的布袋子 轻飘飘的 和大勇不自然地撇了撇嘴 心中暗道 这点米打发要饭的呢 红薯有一些 这些米够了 能吃一顿是一顿吧 其实请大姑过去 主要还是劝劝鹿林山 只要她家开口 别说是我们家 就是加上大姑家 她家也养得起 你是不知道 她家盖新房子 花了多少钱 正说话间 何大智终于姗姗来迟 看到何大勇手里的袋子 眼前一亮 大姑 你家有米包 要不你先给我们拿掉 这就是大姑给的米 大姑以前可没这么小气啊 大姑家分的粮食也不多 行了 大姑咱走吧 三人来到何家 看见躺在床上的何芳明 我的弟弟 哎 你这是咋了 姐 你可来了 我咋能不来 你要是没在我前头 我就是死了也没法 和爹妈交代啊 我苦命的弟弟 那三年你都挺过来了 这年景好了 你又挨了饿 老天不长眼啊 对着我们何家祸害 大姑 怪就怪何慧 要不是他把分给咱家的粮食 都拿走 咱怎么可能饿了肚子 对 怪就怪陆林山和何慧 要不是他们把咱的粮食 都领了去 怎么可能挨了 弟 你先躺着 让大勇给你熬饭 我和大智问问何慧 到底想怎么样 何大智如今是怕见陆山河的 说道 大姑 我饿得走不动了 陆山河家就在北边 咱家自留地往北走 只有一栋新屋子 你走过去就看到了 行 你们先吃饭 我这就找何慧平礼去 来到陆山河家门口 河水先停了下来 转身面向跟上来的吃瓜群众 开了嗓 哎呀 父老乡亲们 都来看看了 我和家造了什么孽呀 养了这么个白眼狼 他家盖这么好的房子 一天五顿肉的吃 可是他爹现在都要饿死了 他们都不管了 想想那三年 我和家也没少他们一口吃的 把他们养这么大 翅膀硬了 不管我们老河家了 造了什么孽呀 都来平平礼 都来平平礼呀 我和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当初他陆林山 要是没有我老河家 早就被人打死为了狼了 要不是我老河家给他饭吃 给他房子住 能有他陆林山的今天 忘了本了 白眼狼都忘了本了 我说是要不要